西方背包盖 亚洲街头讨旅费 几年前西方国家的旅客在亚洲街头行起 是很难见到的景象 不幸的是现在这变得越来越常见了 这些贫困的游人遇上什么困难了吗 原来是他们的钱包患有营养不良症 被戏称为背包盖的他们 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香港等东方国家的街头都能看到 这些国家的最低薪资 可是会让西方人误以为是笑话的呀 这些穷困潦倒的流浪者要怎么办呢 就像以前的波西米亚人 他们弹奏音乐 卖艺术品 商品 不然就坐着讨钱 这一切都是为了要环游世界啊 今年别帮你的小孩买玩具了 帮我踏上我梦想的尼泊尔灵性之旅吧 Namaste 有人认为背包盖只是脑筋动得快 但也有人说这些阔气的游客 是在打压当地的游民 也就是真正有需要的人 你觉得呢 这是聪明的创业旅游法 还是千奇时代另一个愚蠢的趋势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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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